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免税 延税和避税呢 下面有请易改先生 好 我们看看这个税在我们投资的这个和创收的整个财富的管理上产生的影响 好吧 那先看看这个头片啊 左边这个 大家看看这个这个单词熟不熟 左边 这I-R-S 对 I-R-S就是美国国水局的一个 呃 拼写 简称 那么前面加上定贯词 把中间的space去掉就是一个什么单词啊 叫ゼル斯 对 然后 像他下面说的一样 就说 like the sun says it all ゼル斯 就是钱都不是你的 是政府的 是国水局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我们的人生所面对的一个最确定的就是两件事 一个最终最终是死亡 第二个就是睡 所以你永远也逃不到这个这个死亡和睡这个最终的结局 所以睡在我们的整个的人生中就是会半睡着你一直持续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好 我们睡都体现在我们呃整个的个人的生活或者是经济行为中的哪一些方面呢 那我们挣钱的时候 我们会面临的税收 你看有这个有这个联邦税 有这个啊包括呃塞安金也算是我们要拿的税 然后政府你将来要享受的这个呃保险啊 饮料保险啊 这都算税之一啊 然后当你花钱的时候 你看我们每每个人去买东西的时候你都会看到一个一个收据 收据上面都会有一个tax啊 每个州不太一样啊 然后他有这个呃 每个地区甚至都不太一样 不同的产品都有不同的税 这个都跑都跑不掉 我们住住的房子有学区税 你看score tax 有这个房产地产税 然后我们在甚至我们在这个银行存钱 的时候 你也避不到税 银行 你每年所这个赚的利息 银行到你这个每一年年度结算的时候 财政报税季节之前 他都会发一个这一年你的收入的这个税表 叫1099 然后是我们投资的时候 我们就会面临着capit gain 就是投资收益税 然后有分红的税 对吧 甚至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也逃避不了这个税收 像你的我们的遗产税 我们的赠与税 这都是 所以税是存在于我们的所有的 你看看这个这个这个图片 所以这个这就是典型的我们来形容美国社会政府的一个形象 我们叫Uncle Sam 对 然后你看到他的这个样子的时候 你首先的第一个条件反正是什么 先把钱包入键 对吧 OK 是 那我们这个 我想我们可能是不是很多人并不太了解我们这个拿税的这个程序和拿税的过程 只是到了每年到拿税季节的时候 一般的人就是比较头疼了 那这个税究竟怎么办法 对不对 然后真正报税 税多税少 那根本就没有一个概念 然后就是到会计师那区 然后把一堆的账单一交 会计师多少就多少了 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对整个税务 他拿税的程序和拿税的项目 然后做一个比较相对从结构性的角度 从程序的角度 从逻辑的角度去做一个了解的话 我们自己可能就会对自己的这个税收啊 就会有个权衡规划 可能很多的其实你的这个税收是可以免掉 是可以是可以避掉的 有些甚至是可以免掉的 大家可能听到一些说法 就是说在美国社会 你去看到哪些人交税交的最多 哪些人啊 我们这个上一届 政府的总统川普 那就是因为税务的问题 然后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困扰 是不是 到现在为止 他还没有完整的提供 他的拿税的这个报告 因为税 每个人他属于个人的信息 所以从法律的角度 税务信息是不能够向公众 不允许向公众公开的 除非他自己授权和容许 所以在这个 当当这个他的政治对手要挑战他的时候 因为他的报税结果很紧手 他没有他基本上没有拿税 是吧 而且他还有很多补税 就是因为他的可能 报到原来的所谓的亏损啊 然后在这个后面的年度要补回去 但是因为那就是会这个有的检查机构啊 或者他的政治对手就会挑战他你这个报税的这个实际的资料 是不是准确啊 是不是造假啊 是不是或者是有补复或审计的要求 所以税 在这个社会中就是说 你们看到 不是说看到有钱的人 就是和没钱的人 他是同等的一个待遇 有钱的人反而 他其实挣到了钱 从工程 从逻辑角度 他应该交的税多 对不对 但实际上这个结果不是这样 是最懂的人 拿的最少 谁掌握知识的人 谁拿的最少 而其他就是说 没有掌握知识和工具的人 反而是拿的比较多 当然就这个社会有不同的行动 穷人当然一般是不拉税的 对 那我们看看这个 美国这个拉税的这个程序和结构 好吧 看看这个 我们先就以联邦税为 为基本的这个案例 联邦税这一块 我们首先 当然拿税的整个基本前提 是看你的收入 对不对 那每个人我们去工作也好 你投资也好 这个 拿税的 我们的收入有很多的这个来源 一般的工型阶层 到正规的企业打工的 他们都会有一个W2 每年都会有一个 然后你这个 有的人会有投资 你想买股票啊 这些这些 买房子啊 都算是你投资生意 你都是有收入的 然后你投资一个企业 你作为股东 你有风风 这都是收益 这房地产 你要有收益啊 然后你做一个农场 另外有的人 这个忽略的 可能很多东西 他觉得不算自己的收入的 就是有的像设安金啦 有的像这个退休收入啊 有的像这个 美元的tax return 就是税务局给你返还的 这个钱 有的人误解 这个不应该算收入 是税务局来的 还有这个失业金 对吧 这些 总体上都算 凡事进到你账上来 都算你的收入 但是我们从拿税的角度呢 他就有一个调整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 你的收入 都应该 都是你应该拿税的收入 而这个东西 他就有一个调整 你看这个我们在这个 这一年 这一年你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有个adjustment 就是说很多的这样一些支出 你可以从收入中心减去 减去以后 然后剩下来的 你还可以减一些什么 这个有一些 基本的规则要求 你看这个 我们一般的像成人教育啊 或者是 就是一般的教育的支出 然后你这个 而且是 是那个health account 就是说你因为 健康保险 你有一个存款账号 你如果说在这个账号里面 存了钱 你存的钱 你可以从你的收入中减去 而不拉入你的这个报税范围 然后你这个自雇的 自雇你的一些消费 就是说可以进入成本的 然后这个 retirement plan 就是说我们有些打工的 像拿W2的 他有一些钱 他是拿去做了退休计划了 像401k 因为401k呢 是政府作为对工薪阶层 当他年纪大了 退休以后 他已经没有工作 或者失去工作能力了 然后政府给的一个普惠的 这个税收 优惠 你可以去 往这个账号里面 去承携钱 然后这个 企业会给你一些 就相应的 补贴 然后合成一个退休账号 其实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 我们叫 叫 三几斤一险啊 就是跟你 叫什么 你自己的工资里面扣出一部分 来去乘入这个账号 然后企业还给你配 配一部分 来乘到你这个账号 然后 成为你 退休养老的一部分来源 如果说你的钱 放进这个账号 也不用 在当年 进入你的拿税收入 这样 还有相应的一些退休账号 像 还有这个学生贷款的 这样的利息 还有教育的这样一些费用 那这都可以从你的总收入 减去 然后 成为你下应 就是说下一个阶梯的 剩下的拿税的一个基数 然后再 在这个基数呢 就形成一个 我们经常 行家就 就知道了 就是说报税的 会计啊 搞财务的 应该有好多做 做做做金融的 都应该知道 就是说 你的报税的一个叫 叫叫这个 AGI 那英文叫Adjust Gross Income 就是你能 通过调整后的 你的收入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收入 然后再还减去 你当年的税务局 可能每一个时期 每一届政府 他给的一个 还有一个减扣 那像不同的 这个家庭 那你这个家庭是 多少收入 然后多少 还有一个 他有个标准 就是说你是 单亲的 还是这个结婚的 他会一个 标准的减出 有个 税数的计算的基数 你像现在 这个2021年的 他会减掉一个 两万五千一百块钱 就是说 假设这个家庭 按照这个 AGI的收入 如果是 只有两千 两万五千一百块钱 一年那你的税的基数 在这个之下 你就不用拉税 在这个之上 你就拉税 然后这个 也可以按照 另外一种方式 就哪一种方式 另外一种 替代的方式 就是说 你还有一些解除 你像 你像这个 你的 医疗的支出啊 然后你的 周税啊 地方税啊 还有什么贷款 房产税啊 这些东西 如果说 整个的支出 你都超过 两万五 或者是你低于两万五 你就用上面这个数字 采取 就是可以采用最高的 这个数字来减扣 然后剩下的 它叫 就是你需要拿税的 这些 这个 这个基数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 美国的税率 就是就是 个人所需要承担的 这个税收的 税收的标准 好吧 这个我们假设 假设我们整个的 这个一个 工薪阶层 它的收入 是 它的W2的收入 是25万 然后首先 按照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原则和结构 它先减去 它一个退休储蓄 就是存误了 符合国家政策 税务局容许的 可以 当期可以不用报税的 从收入可以减去的 这个401K 就是个退休金 那所有 这个 有政治工作的人 相对正规的企业 都有这样的 401K 这个退休金账号 所以如果说 你当年的收入 你乘入了 3万块钱 在你的401账号里面 那你的整个的收入 25万 就可以减去这3万 那它的这个 AGI 就是22万 然后 如果说你还有一些 特殊的需要减扣的东西 可以减这个当期的 这个 你像这个周税 当地的房产 地税 还有你的贷款的 利息 这样都可以从你的收入中减去 然后剩下的 这个拿税的 收入 Tax for Income 就是19万 那我们看看这个 现在阶段 就是实际上是上一 阶级政府 制定的税率 就是川普政府 制定的税率 它的最高的税率 是37% 那我们 在什么样的收入标准 的这个状况下 怎么个拉税法 这里有个头表 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总收入 在这 AGI在这 然后调整后的收入 在这一块 刚才我们看了 调整后的收入是19万 对吧 总收入减去这个退休金账号 减去其他 你该减去的这样数 然后是剩下的 就是你需要拉税的 你的收入 这个收入 在这里看 它的税呢 税收的是一个 累计的就是 递进的一个拉税的方式 它每 每一个收入的 跟个阶梯一样的 在这个阶梯下 是那个税率 在这个阶梯 超过那个阶梯上的 另外一部分 又是另外一个税率 它这样是累计的 你看它这个按照 现在税率的标准 后面有一个表 大家可以看到 按照这个 如果说你 Tax for Income 如果是 一万九千九百以下 你的税率是 百分之十 那就说你就是 交 多少 一千九百九十九块 一千九百九十块钱的税 这一年 如果说你的收入 就是Tax for Income 就我们前面不是 讲的还有那个 减出每个家庭 两万多了吗 如果两万多之上 你的Tax for Income 你还有一万九千多 你就要交一千九百多税 然后在一万九千 到八万一千之间的 这个部分 你交百分之十二的税 然后在这个八万一千 到十七万二之间 你交百分之二十二的税 然后十七万二到三十二万九 之间 你这个数字 你交百分之二十四的税 那最高 一直交到 你如果说 超过 六十万八的收入之上的 你要交百分之三十七点税 这个就是他有个叫做 这个我们叫做一个 一个Margin Tax Rate 就是你的最高税率 然后是你的实际税率呢 就可能就是你的总收入 跟这几个税率累积起来 在一个平均的 这个数 你可能经常到会计 会计师跟你说 如果说你的这个收入十万 他说你大概交了百分之二十的税 他实际上说的叫做一个 effective 就是说实际有效的税率 对你整个收入而言 他并不是说你的 这个税的计算是怎么来的 这个所以我们 可能这样看一下 就非常清楚了 张军是不是 是 然后这个除了我们一般的收益税以外 就还有一个 这个叫做资本利的税 就往往你做 做投资的时候 他还有一个另外的 一个计税的方式 这是2021年的一个 一个税务收入 就是说 因为资本投入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像股票 做股票的人都会很清楚 做房地商业 他有一个资本利的税 这是在你的income收入税之外 你看你的短期收益资本 所谓短期收益资本收益 就是一年之内 你买了股票 你卖掉 就是变现的 这个你除去你的这个抽期投入以外 然后这个增值的部分 就是这个短期收益税 那短期收益税呢 就是说 你还包括了当年 你的股利 红利啦 就是股票的这个企业 你买股票 他有红利嘛 每年他会分红嘛 有的会分红嘛 共同基金 他都会有 会有分红这一块 对 你可以看看这个资本利的税 这里有一个表 不同的家庭中 你像你是一个人 你是single 单亲的 或者是你是结婚的 家庭的 他这都是一个表 这个大家在哪里都可以查得到 在网上一搜就搜到了 这是说 这个税 税本身 它的客观存在 是无时不刻 不在影响着我们的这个收益 这一块 那张家 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较一下 我们这个 尤其是在证券市场上 股票市场投资 这时候这个收益 事件长了 他最终反映的是一个什么样状况 结果是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没有 现在这个前面这一块 对 这是一个 我们一般人的 拿税的这么一个程序和结构 然后是一个税率 刚才谈到了这个联邦税 但是我们看到在我们交税的时候 还有还有周税 这个两者 他要是怎么区分的呢 他没有什么区分 就是联邦税是一个 整个拿给国家的税了 然后周税呢 就是每个周 区别太大了 就是有的周的税会非常 税率非常低 他不同在项目 他这种税的标准 又还有千差外别 我们这里就没法去 做区别 他是在联邦税的基础上 在增加了 像纽约 他也是分你不同的家庭状况 他会 他会有一些 不同的这种拿税标准 所以就是 你在不同的州 都会有不同的 区别了 所以他是一个 在州 在国税之外 因为主要的税呢 就是国税 是最大的一块 州税的往往一边 都会比较 比较少 对 但是州税如果说 你拿税的部分呢 往往你可以 在你的收入中 抵扣 他的抵扣的意思呢 就是说不是减你的最终的 这个税的售 而是减你的收入这一块 对 那我们看看这个 拿税也不拿税 在我们做市场 尤其做这个资本投资的 这个渠道 反映出他的结果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看看啊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统计 是统计的1976年到2018年的 这样一个基金 Vanguard Index500 这个指数 凡是做资本市场的 做证券投资的 都熟悉这个指数 这个是目前上 市场上最大的一支被动基金 这个他的基金的主要的投资目标 他就是按照标普500的 这个500家企业 大家都知道一个标普500指数嘛 我们叫叫叫这个 他有500家企业 都是我们在这个证券市场上 最行业领先的最大的企业 然后他这个指数呢 就是整个经过评估 争选 然后选的这500家企业 进了这个指数 然后用那个指数来记录 这整个500家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 他的市值 他的股票在市场上的表现 那这个指数就是说 500企业完全是根据每个企业 在这个指数里面的权重 然后整个记录的结果 他的这个指数就会根据 这500企业的中和状况 他来进行记录 他是涨 这是跌 我们所有的做股票都会看 这个标普呢 是一直是在这市场上最稳定 最完整的表现这个经济状况的 一个情欲表实际上 因为我们还知道有纳斯塔克指数啊 有道琼斯指数啦 他所统计的一些企业的标准都不一样 你像纳斯塔克指数 他就是基本上是统计的 一些高科技产业的这样一些企业的 这样一些这个表现 而标普呢是最 大家参照的最多的标普500 这个VANGA基金呢 他就是参照 参照这500家企业 然后他成立的这些基金 他基金的整个的投资模式呢 就是整个基金 他就是购买这500家企业的股票 在市场上 然后这个企业 他的股票买多少 他完全根据这个企业的市值 在这个指数里面所占的权重 如果说这个微软 在这个500强 在这个标普500里面 占的权重是3% 那这个基金他就会购买3% 然后他的权重降低了 他也会降低 他的权重加重了 他也会降低 如果说他被这个标普500踢出去了 他这个股票他就卖掉 所以他这个叫一个被动基金 就是基金他的费用非常非常的便宜 就很多人如果说 知道指数的好处 知道指数的这个收益和风险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选择 我也不懂股票什么 那就是买指数 最简单 最放心 最踏实的 因为市场嘛 这个所有的 你像标普500的企业 它是代表这个市场总体的趋势 而因为是他企业 他最有活力 他是先进生产率的一个体现 所以大家觉得从长远角度 应该是增长 是可靠的 那实际上呢 从客观 从这个整个历史的 这个指数的表现也是这样的 一百多年历史 他这个指数平均的回报率 是在百分之十年级 就是每年啊 他这个是在前一年的基础上 他的平均回报率是百分之十年级 我们前面应该讲过 所以按照这个基金 投资 他所产生的效应 如果是他这个是按照一万块钱 就是十万 在这十万作为投资额 一开始 这十万作为投资额 然后到这个从1976年 到2018年是多少年 24年加18年 42年 整个他的投资额十万 如果说不拉税的话 他就增长了800万了 这个投资是很不错啊 这样就咱们看看 你想想 那时候如果说76年 我有十万块钱 买了这个 Vanguard只售的话 这个基金的话 我现在就是一个 800万的这个百万富翁 是吧 但是往往我们就看 很多人有十万块钱 他就错过了这个投资机会 当然这个是纸面上 你投资这个十万块钱 你挣了800万 这不错 当然就说也是不错 但看我们如果说 800万 按照这个税务规定 国水局的要求 税法 我们需要拿税的收入 是5.31万 就是500多万 我们要去 需要拿税的 那我们如果说把它卖掉 我们就还要交税 然后最终 得出的结果是一个什么样 如果是税后 我们就要在这个 800万的基础上 打掉 百分之四 三的折扣 这个剩下的就是四万多 那四百多万 就差不多一半 你交税了 如果说你变现了 你必须要交税 然后你这个如果说按照正常的 一般按照我们 这个叫做保本投资的角度 如果是你的北京丢了 你跌了 跌了多少 你然后需要多少回报 才能cover 才能这个把你这部分 损失可以这个挣回来 就是说如果说你跌了 43% 那你就必须 后面你必须要增长到78% 你才能回到这个原来这个售 所以这个税 为什么很多的大的投资人 很多的公司啊 很多的那些大的资本家 金融寡刀 为什么他们要把那些企业 或者甚至是把自己的这个 国民资格 公民身份 最后都要迁移到那些 没有税或者是免税 或者税货很低的这样一些国家 或者地区去了 所以他们 就因为资本大了嘛 所以他这个税 在他的整个财富中 他是占了很大的比例了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房地产的 这个税率 我们也不用说的太具体和 具体了和细致了 这个他是 我们是拿了一个 投资十年房产 就拿税的一个结果 六十万投资 八十万这个 出让 出让掉 然后这个房子 有五年是作为自住 有五年是作为出租 然后这个十年以后 八十万买掉 那从增值的角度 他有二十万的增值 然后这个税的 这个计算方式 就最终他应该 我们应该计算出来的 这个 这个income 增值税 他计算是十七万五千块钱 然后按照 按照这个 相应的税率 联邦税率 还有这个 有些 租的税率 这个案例的是 马里兰的 一个案例 然后整个的税 如果说你 拉出去 你要拉 四万七千的块钱 对一般的家庭来说 这个税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 还有我们就是有遗产税 和赠予税 可能我们很多人不太熟悉 因为好多人觉得 这个自己过市以后的 很多事他也管不着 但实际上对我们的受益人 对我们的继承人来讲 他就会是一个压力 一个税的形式 是那形式 一个是资产的额度 你这个 你的遗产 或者是你的赠予 你以什么方式 留给你的受益人 或者你的继承人 这个是一个很科学的问题 很现实的问题 然后税率是多少 很多人可能不是太理解 不太了解 不知道张杰 你知不知道 这个我们现在 现在目前我们的遗产税 的基数税率是多少 你知道吗 哎呀 我真不知道 因为 你不是千万福 但我看过一个电影 叫萧生克的救赎 在里面的那个安迪 就是那个警察呀 警察就说了 他从他的一个亲戚 来继承了一笔税 继承了一笔遗产 但是要交很高的税 所以安迪就跟他说了 他说其实 可以给你豁免 可以给你减掉 免除这笔税 所以最后也导致 他在监狱里 可能整个人生 这个经历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确实非常重要的 税率像这个税 因为美国的税法 它是一个 就是说是一个非常 严格的这个法律 然后逃税 恶意逃税 它是有刑事责任的 我有个朋友 可能你也认识 就不说名字 他是做生意的 他这个 他因为他的账面的 这个往来比较多了 就被税务局盯上 但是他就是没有拿多少税 结果税务局给他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什么 对他进行进行跟踪 然后统计 告他 他大概淘了这个 将近两百万税 然后 就给他一个单子 要么就是你补税 要么就是 我们就会 就会 送到检察官就起诉你 就是会要求这个 你承担刑事责任 就是要判他25年 你知道这个 这个朋友 你认识 最后跑回去 跑到中国去了 躲了三年 躲了三年后来 这个因为他补了一些税 然后找了这个相应的 税务专家 跟他做了一些调整 把他原来的一些 东西做了整理以后 他但是他还是 这个没有免掉一些罚款 结果 把所有东西处理完了 才跑回来 所以税对于可能压力非常大 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遗产税 正于是这一个 你看这个 这是2008年 到2020年的这个遗产税的一个规定 每一届政府 他都会对遗产税做很大的调整 你看遗产税率 大概没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每一年都都都差不了太多 对吧 你像这个争与税和这个遗产税 但这个税的基数 的差距非常大 非常大 你看2008年的时候 我们的起征基数 是200万 09年是350万 然后2011年 是这个500万 你看看这个数据 然后到了2018年的时候 这个是川普政府上台以后 把这个遗产税的这个起征基数 放得很高了 1140万 所以2020年的是1158万 这个对我们来说大概就没有压力了 我们会不会 不过也许哪一天你会 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上 可能会超过1100万 他这是还是这个个人的 如果是两个人 也是夫妻的 最后的这个遗产起征 就是2000多万 所以我们要不要担忧呢 倒是不一定 大部分的人和家庭 可能不需要太担忧 但实际上我们华人 在这块里面呢 就要想 这个是针对美国公民而言 这可不是针对所有在美国 这个生活的人 有财产的人 针对中国公民 针对美国的 持有绿卡的人 你知道他现在的遗产的 这个这个起征率是多少吗 我还真不知道 你说一下 六万块钱 哦 那这比较低了 这个就 不是比较低了 基本基本等于就是没有啊 起征率差不多你的财产 如果说你现在有一百万现金 你有种房子 这些他都是按当时的市价 来计算你的遗产的 你要这个 当我们离开这个事件 或者是你要赠予 给你的孩子的时候 收益的时候 你六万块钱也上了税 百分之四十啊 嗯 你能你能逃得掉吗 逃不掉 而且这个遗产 你你现金资本 市场的这个这个 你资 以这个现金方式 或者售资方式 存在的资产 你这个还好 这个变现呢 还好处理 你如果是房产 那就是个麻烦了 你不知道卖不卖掉 什么时候卖掉 你能卖多少 还真不好说 对不对 他按照他的 当时的市值的评估标准 他给你评估 所以我们在 在这个 呃 快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往往很多人 就会考虑 我有什么样的方式 来给我们的受益人 来留下我们的财产 留多少 然后现在 呃 拜登政府 也在做很多的 一种是收入税 一种是遗产税 都在做税法的调整 收益税现在 肯定是要 要要要提高的 这个已经 他们的方案都已经出来了 现在我们是37%嘛 他们要这个 我们看看下面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美国历史的 这个税负的呃 一个历史的曲线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啊 这个是美国政府 从1930年到2018年 2018年到1920年 到现在的税务状况 都差不多了 然后这里是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红线 红线就是我们 的这个 税率 就是 就是这种 income 就是税率 这最高的 税壳 就margin tax税率 这是一个曲线 记录在每一个年代的 税率标准 那最高税率 大家看到了 1940年 15年 那时候是二战时期了 所以你收入 你要是按照这个 当时的拉税 接受标准 你搭档的标准 最高的税率 你挣100块钱 你就是4块钱 要拉税了 你只挣6块钱 然后这个 现在就是 现在的税率是37% 那拜登政府 现在的税法还没有 新税法还没有开始实施 现在目前过目的是39% 那这个是看到我们 历史的税率的 最高税率的一个曲线 那些年份比较低 90年 那个89年 90年那个时候 是最 就克林顿政府的时候 那个是 是这个税率最低的时候 你跟政府 对你跟政府的时候 那个是税率最低的时候 然后这个阴影部分呢 就是美国的这个财政支出 相对的这个GDP 国家这个国民生产种子的 一个所占的比例 比较这个二战的时候 它整个最高时期的这个支出 是比它当年 这国民生产种子还要高的 它超过19% 它就是财政赤字 非常之高 这个灰色的 你先到现在为止 整个的财政赤字 又恢复到这个 快到了二战时期的 这个这个财政状况了 你看现在的这个财政赤 达到百分之一百零四了 而且在19年 开始的疫情 就是2020年开始的疫情 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的这个 支出的更加的增长 所以将来我们的税率 在可以预见的 这个周期内 我们的税率是不是肯定要增长 这个是肯定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我们从 从拿税的角度 我们是现在拉税好 还是将来拉税好 什么时候拉税好 这真的是需要去思考的 如果是尤其是有一些收入的人 对 那我们原来提到过 就是讲这个税 有几个不同的拉税的周期 我们可以有些选择的 是可以 在一般的普通的我们工薪精神的角度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可以有当期拉税 这个科间榨税 榨税你免不了 有这个延迟拉税 叫default 还有一种就是 以什么方式可以达到免税的 这么一种效果 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 哪些是当期拉税的 这个是都很清楚 存款啊 当期的投资啊 不管是房产还是股票 你都要当期拉税 然后这个可以延税的 有一些账号 我们是可以把它 尽量可以把它用足 就是政府给了税收好处的 为什么企业 有401K啊 然后这个不是在企业打工的人 他也可以有一些 享受税务好处的 有一些账号 你像这个联金 这个就是说你不需要在企业 你可以自己在一些金融公司里面 这种凡是有税务好处的 往往都是保险公司在做 大的金融公司都有包含保险产品 这一范围这里面 这个退休金 它是属于这个大范畴里面的 401K IRA IRA 有这个传统的账户 也有一些特殊的账户 有年金 这个喷醒就是企业退休金 现在我看百分之九十几的企业都没有退休金了 这个喷醒就没有了 还有这个设安金 这些都是你当期我们刚才这个谈到我们拿税的怎样哪些是可以把它从你的收入中减除以后你再去报税的就这个账号里面的这个都是可以当期你不用去拿税你如果说投入了这些账号就不算你的收入啊然后这些账号呢当你放到这些账号里面他每年去增值按照这些账号里面他选择的基金啊 或者是股票啊他增值不分你当年也不用拿税这些股票增值啊分红啊基金啊你都不用拿税然后是在你这个取用的时候你再去拿税你像是你也可以就这样啊我们这个在取用的时候规定那你哪一年开始票取用 然后取用的时候那你当年的收入进入你的这个tax for income来拿税 这是一个因为盐税的好处就是往往呃我们当期的税收高啊可以把这个税收先先先躲掉第二个就是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增值这一块你不拿税到最后一共你当在里取钱的时候那你当年取钱的时候那个那个你的收入标准来拿税那时候的税可能就是就一个是你的收入已经不高了因为你可能到退休的时候你不工作了嘛 就没有那些这个工作收入了嘛所以你的税率就可能会比较低你的整个收入的这个基数也比较低对这是一部分账号另外一部分就是免税账号有一些免税账号但是税务局的这个限制都会是比较明确的 你像这个RUSA实际上它的性账号是跟前面的退休账号是差不多的就是叫这种退休金年金类的 但是税务局的规定来说就是给你一般的人你的存款限额是有存款的额络是有限额的像因为根据你的年龄 你一般现在这个什么年龄才开始可以来存这个钱你像这个RUSA就是说你40岁 允许你每年存6000块钱那收入高的人觉得这个太少了嘛对不对但收入一般的人来说他也觉得很不错 因为他你这个钱的是已经这个tax free就是说是你在前面已经把税交了剩下的钱你去购买的这种年金账户去存的钱 所以当年是已经拿税的然后后面你所有的增值你不需要拿税然后到最终你取出来你也不需要拿税你想嘛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证券市场 如果是你这个账户是拿去投了基金股票的话每年都不都不拿税那你最后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就是把后面的税全给免了 但是政府对这个账户就限制你像40岁只允许你一年乘6000块钱然后这个50岁一年只允许你乘7000块钱就整个的额头就只有这个嗯 然后前面的税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取出来这个tax default的税你像是你ek你什么时候取钱他是有规定的就不允许你提前取你提前取他有罚 那要补税要有罚金 然后你这个你之后取也不行因为政府要要要收税规定你这个59岁半开始取你就是你就得开始取了然后这个最低额要求你取多少 就是政府有这个普惠的税收优惠的政策但是他不是无止尽的嗯 就是你如果说你懂的你把它用足就好了嗯但他会相对有些限制不会让所有的人无休止的去去去享受这些税务的好处 那我们讲到免税这一块然后这个529529是专门是给教育用的就是你是呃存的钱是一个教育 基金账户是必须用于教育的就是孩子读书啊你将来你要叫要这个他也是免税了 免税将来你的账户的支出必须要跟你的教育教育支出要相吻合你才能和销的啊 否则当你最后你取出来的时候不是这个用途你必须要补税嗯 按照这个每年的增值啊这些税你都免不了但另外一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啊 529是一个税税税税税税不扣的一个法案另外有一个其实好多人不太了解的就是7702的这个法案 这个税税税税税 rehab呢是针对保险而言人寿保险而言 对人寿保险的历史可能知道从呃最初期的time 在1910年代就是 1814初期1910呢就开始有这个time在time在1913年这个美国就开始对ta backup 的就中期性的保险呢就这种消费性的 你像10年20年30年这样的人数保险 所有的这个deast benefit就是赔付额 保额就是不需要拉税的 就当我们过世生故以后 出现意外生故以后 这笔钱用保险公司来赔一个受益人 他是不用拉税的 如果是讲投资受益角度 那我一年我只交了500块钱来保费 然后我可能会这个受益人 这个会拿到100万的赔偿 那这个这个人投资收益税 那可不得了对吧 那因为是因为是保险 是人寿保险 文寿保险往往是赔付个这个家庭啊 的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断结了 承担家庭责任的这个人 生故出现意外以后 给的这种这个留下的这个家庭 陷入陷入经济困境的 这样一种状况 所以保险的免税的这个理由 就非常的充分 非常清楚 因为这个税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你像美国就是经常我们都会有听到 这个在议会立法的议员 因为美国每年你像尤其是在财政收入 不走以这个支付当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这个 这个财政支出的时候 就要通过各种渠道去去去去去征税啊 去呃 开源接流嘛 所以人寿保险的免税这块也成为呃 不分议员所关注的目标 就是说呃如果会有议员提出来 为什么我们的人数保险会免税 呃为什么甚至是不能拿税呃 为什么不可以呃或者是按照某种税率来拿税 呃但是保险公司的游水能力就是它是很强的 呃告诉我们就是告诉这个立法者那我们赔付的都是给顾沃寡某的 那你说你们要向这个顾沃寡某去拿税呃 呃从这个的道德上从公平角度呃 呃你有不有立足点呃 呃所以税务对于这个人寿保险拿税的这个法律 我想呃不是在相当一段时间我觉得永远都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了 那保险公司在这保险产品发展的过程中 呃后来发展到开始发展到像50年代有了howlife 那howlife就是中生性的保险 这个保险呢里面他就包含了就是超超过了像投投保人 他的这个投入部分他就超过了这种原来time的这种投入 呃就是说他里面他带有一些现金值了是吧 他就比time要贵嘛 这种现金值在增长 然后他也就在同时在享受这种tax的好处 就是他当期呃是因为都是拿拿万税以后的投入 然后他在里面的这个增长也不拿税 然后他在这个拿出来的时候他也可以不拿税 他按照这个保险的这个保护的呃 呃投保人这个保单的保险性质来享受7702这个法案的这个税收优惠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尤其是现在保险产品的发展 他因为呃 把这个很懂的人有这个理财专家做做做做资讯的 人他就会非常灵活的来利用这个7702法案来怎么样去避税 你想把保单设计到很大 然后把保单里面税务局允许投入的资金 就他们叫maxmax方的就做到最大 那如果说在保单投入早期 你如果说这个把所有你这个保单可以投入进去的钱 税务局允许你放入的钱 你都这个投入进去 他就会参与到市场 因为现在的保单的设计他这种投资方向 他有一些指数策略你就纯粹可以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就是选择这种跟标普500相连接的这种指数 你就等于跟投资收一样 而你的投入投资增长和收益 最终但是免税了就是享受了整个人数保险的好处 这样跟外面投资他就会有极大的差别 只是说这样一些保单啊 他有一些投资格的限制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是一种税收优惑 那懂得人他就可以把它用到用到极致用到最好 那么整个美国的这个 其实这种人数保险的最终的消费者的统计 其实只有百分之是百分之十的富裕家庭 购买了百分之五十三的这种人数产品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说懂得人知道怎么样利用这个人数保险产品去进行理财了 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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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就是反映出 一个保单他有这个保保单他有基本的成本就是保费支出嘛 我们原来讲过就是保单里面他有两部分 你像你投入的保费一部分是承担了你的保额 就是保险的成本 另一部分是拿去做了投资储蓄增值了 那在这一块呢我们做出的比较呢就是你增值的部分所享受的免费的好处 跟你这个保险的成本的一个比较这个红线代表保险的成本 这个利线代表你的增值不分所享受的免费好处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这个这里有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 这是2002年的一篇文章 他这里有一个这个统计结果 他叫each dollar spent on this insurance contactually eliminate nine dollars in tax 就是说你在按照这个保单的行为 你花了一块钱的保费 对你最终如果说按照这个时间算起来 你在这个几十年保单续成了这样 你越到后面你所反映出的你的这个这个在税务上享受的好处 你可以享受到你就是九块钱的这个好处 对于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是我们对于整个这个税收和跟现在的理财产品 尤其在这个人寿保险这块它所产生的一个效应 对这个在人寿保险整个的这个眼睛过程里面 我们从这个图表上可以看得清楚 对税收的好处最终因为你只有增值和这个的前提下 你的税收的结果才能反映出来嘛 你如果说你没有增值当然就没有税了 然后整个这个保险产品呢 在在这个第一个阶段它只是死亡赔偿 享受税务好处 在第二个阶段呢 它就有这个储蓄增值的好处 在第三个阶段呢 就当然保单的设计上面有有这个你放钱的灵活性啊 你放多少都是用你自己来决定的 然后你当然你可以灵活的取用 然后后面呢就是现在的保单跟这个跟市场相连接 它可以有很多的一些投资策略了 你像指数投资策略啊 像联机啊 你甚至还可以选择这个直接的投资基金或者股票 像401k一样的 这个就是产品这个保险产品的一个演绎过程 到现在为止整个保险产品的演绎 就跟现在我们的iPhone的演绎一样 已经包含了很多的保险之外的功能了 它除了它的保险的本身的这个功能以外 还有什么长期复理啊 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东西 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 我们可以来去交流去了解了 观众朋友们 刚才易改先生介绍了理财产品与税收的关系 也介绍了美国收益税和税率以及理财产品 免税严税和避税的确要了解 税务知识对我们人生很重要 它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选择理财产品 过一个美好的人生 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易改先生